各位观众欢迎收看醒报现场 我是主持人吕明杰 今天的主题呢 我们要谈首谈MSN大学生热门 今天也请到三位大学生来宾来跟我们聊一下 MSN究竟有什么魅力呀 让他们可以这么疯狂 好请到第一位是长庚化工系四年级的尹硕 尹硕 大家好我是Allen 然后我就读长庚大学化工材料系四年级 第二位是台大心理系的浩安 大家好我是台湾大学心理系大四的陈浩安 第三位是北异大戏剧系已经毕业了的UK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UK 既然三位都是MSN的使用者 我想问一下大家知不知道MSN最近发生了什么大事 改版吗 强制升级 我有问一下MSN是每一次改版都是强迫吗 我记得之前不会强迫的时候要升级 像我之前就没有一直都没有升级 可是到最近好像突然强迫升级 我就觉得算了好了一定要升级 可是升级之后造成了一些小小的困扰 就是会出现一些错误的状况 然后我上去询问很多知识家甚至很多同学 他都跟我说你要先杀掉原本的 所以你说的出状况是出了什么状况 他就是会出现一个东西 然后他问你说你要回报或不要回报 那我通常都会讲说你不要回报 神力麻烦嘛 然后我就按不回报 然后就直接直接把我收起来了 就整个MSN不能用 对就不能用 所以说我最后就变成说 我还是没有去上网说杀掉 或者是杀菌什么之类的 我直接就是把那个框框platform的那个 直接把它移到左下角 然后就继续使用 最后是重灌就对了 也没有重灌 他就是只是不要离那个框框 等到我真的不用的时候再说不要回报 然后他就整个帮我收起来 那不是麻烦吗 对啊 所以说就是造成我一点小小的困扰这样 那好安 就是新的版本 他好像就是有非常多新的附属功能 然后就把中间联络人框框压缩得很小 然后因为我其他的附属功能 其实蛮少用 那对我来说我就觉得很不方便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是说 他好像有一个叫 好像是家长监护 就是小孩子使用之类的东西 就是每次他都会说 你要通过Keep Passport之类的 他的意思是说 你要先通过你妈妈爸妈的那个统议 你再来用这个意思吗 我自己是这样认为啊 感觉有点像好像上什么事情忘了 这样之类的 对了解了解 那那个UK呢 我之前也是被迫升级过一次 然后后来真的是很难用 非常难用 所以我又去把它杀掉 因为用不习惯 对 然后把它杀掉之后 我找了之前的前一个版本 对 旧的版本来安装来用 然后最近又升级了 那也能找得到旧版的来用才行啊 可是像旧版 如果你用的是旧版 然后你同学用的是新版 两个格式会有什么差异吗 不太会有影响 但是我知道的像PC的电脑 跟Mac的可能就会有差别 怎么说 Mac 苹果电脑 它的机器通好它的系统 然后它可能它的一些 譬如说我们常在MSN上面 譬如说叮咚叮咚会敲人嘛 对 它可能在Mac上面 它就没有办法 它不会叮咚 对 它没有支援这个功能 这样是比较好吗 因为叮咚叮咚超吵的 哈哈哈 有时候真的没有叮咚 不知道人家在叫我 因为我常常挂在线上 对 我是属于那种24小时 可能电脑不会关 然后会挂着 然后随时看 有没有就是人留言给我 这一种 对 那据我所知 就是这种即时通讯软体 好像不只是 不只有MSN嘛 还有Yahoo即时通 那不知道三位 对于Yahoo集中 跟MSN就是比较一下 就是为什么你们会 比较喜欢用MSN呢 对于我来说 因为我是就是跟着大潮流走的 其实那个会用MSN的原因是因为突然有一天啊登上Yahoo之后突然发现怎么只有一个人在线上 哇 对啊人越来越少我就觉得 诶怎么了 然后开始换到MSN之后就开始 人都都在MSN上面 所以就开始慢慢淘汰掉那个Yahoo 所以是太旧 太旧的换星 然后通常在外面就有人家说 诶那个Yahoo就是人家高中生 有一个人家高中生 真的假的 所以有阶段性 那我想问就是两个到底功能有什么不一样 又有什么是你们觉得 欸MSN比较好 但Yahoo没有的 嗯 其实大同小异啦 我觉得MSN跟Yahoo大同小异 像我呢 我是一开始我使用的即时通软体其实是Yahoo 它最早那个时候大概是我大一的时候 我刚开始第一个使用的即时通软体就是Yahoo 对然后后来我也是慢慢的觉得MSN 因为一方面可能我比较对于它的界面的 就是设计我比较觉得比较好 因为Yahoo其实蛮杂的 它功能可能很多 但是它其实对于使用者 尤其像一开始我这种不太会使用这种东西的人 它的界面度来讲蛮复杂 那MSN就比较容易理解 平易近人一点 所以我也是后来慢慢才转到MSN上面去 所以你说Yahoo的功能比较多是不是 对它还有譬如说集合一些社群 然后还有股票 对如果有人玩股票的话 就知道其实Yahoo的股票也蛮好用 也可以直接用Yahoo即时的玩股票 它的那个就是它的那个Yahoo的 应该讲说它那个页面 它旁边就会有让你选择的地方 你就可以点股票 然后你可以随时看现在的行情状况 对对对 所以大部分人都是因为说潮流已经移到MSN了 所以就跟着去MSN 所以后来大部分慢慢都是往MSN跑 朋友群都在那边 而且像刚刚Aaron说的真的就是 Yahoo那一群变成是 团队的相交 对对对对对 所以还好其实它就是一个软体嘛 它就是一个方便大家聊天的东西 对对 那MMSN对你们来说有什么优点 就是说你们喜欢用它用MMSN来做些什么事情 所以我自己点开的话我觉得一个重点是LIFE SPACES 因为其实我也曾经用过很多部落格软体啊 但是其实就因为太懒惰就觉得啊还要另外开个网页好麻烦哦 那MSN就是一定要开嘛 然后它的LIFE SPACES就是在上面 然后我就觉得还蛮方便的 直接在上面分享你的一些心得啊 这些生活故事之类的是不是 嗯 所以对你来说MMSN一个好用的功能是 它也有就类似部落格的功能这样 对而且就是它就是 反正我本来就是要开这个东西 它就在旁边就很方便 哦 据我所知这个功能是不是 你可以设定谁可以看谁不可以看 对对对 对这也算是它的优点之一 但那个被你设定不能看的人他会知道吗 会他会知道 就是他要看的话他要跟你就是申请权限 那你有遇过就是你不想让他看 可是他又来摆目跟你申请的人吗 哦那就拒绝就好 哈哈哈哈 真的吗 没什么好避讳他 没什么好避讳 就是像有时候你不小心加了某些人啊 然后你把就是因为没有联络嘛 然后就封锁了之后 但是好像市面上有一套软体是可以 破解吗 对不是破解 他可以知道说你是不是封锁我 然后有一次我就莫名其妙被一个人加了 他就问我说你是把我另外的帐号封锁 我就心里想说哇靠 我把你封锁你怎么都知道 而且他还穿一个新的帐号 可是你知道他不认识吗 认识只是就是不是很熟的朋友 对对对 然后他就问我说为什么我把他封锁 我就有点被吓到 然后我后来 后来你把他什么 后来我就说我找一下好了 装傻 对就是装傻 对对 那你用MSN大概是都会用来做些什么事 像是浩安说他是会用来 Life's best 就是可以分享故事嘛 那像两位男生的话 我倒是没有用到这个功能 对对对 我没有用到分享这个部分 我就是纯粹聊天跟传档案 我觉得就是传他的那个网址 我觉得比较方便 因为你不可能打电话 就是有些就是想要说要让他看什么网址的时候 我们就直接进了网址 不用打电话跟他说 对对对对 或是不用用记性的方式 对对对 而且有时候他又是斜线很多的那种 直接复制贴上 对对 直接复制贴上 其实我觉得是蛮方便 而且又是对我们这种画空系 常常就是要有什么论文方面的东西 就是这样传会比较方便 对 那要是像是聊天部分 你觉得用MSN聊天好玩吗 好玩 就是比起你这样面对面的聊天嘛 你觉得 跟MSN就是两个差别在哪里 好暗 我觉得 就是 因为一个是文字 一个是口语嘛 那就是对我而言的话 文字它就是 不知不觉的语调会变得 比较正式一点 就是你口语就可能哈哈 然后就 那个句子被切掉以半 互相咔来咔去 但是就是MSN 它就是完整的一整句一整句 而且 其实我反而觉得 MSN让我 比较专心耶 比较专心 你就是跟朋友聊天的时候 可能就是 在一个比如说活动中心啊 那旁边就闹哄哄很多 分散注意力的东西 那就是MSN 对我来说反而就是 你可以一连串的东西一直讨论下去 真的啊没有人要反驳吗 我觉得用MSN 会比较分心耶 因为你可以同时做别的事情 别人不知道 对方不知道 比如说我可以边敷面膜 边敷面膜 边聊天 会不会边抠脚丫 边抠脚丫 抠脚丫 这就是它的好处啊 对就是 把你藏起来 对因为你跟朋友 面对面聊天 也不肯在他面前抠脚 对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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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MSN就是有这个好处嘛 就是你可以隐藏自己 然后跟对方说话 你不管做什么都可以啊 那可是跟你聊天的人 不一定真的是你的朋友啊 这就是他的缺点 对对 就是之前我有一个老师啊 然后他就是用了他就是一个学生的一个 他登上他的MSN 然后就他就跟另外两个朋友 然后就两个同学 然后开会议室 然后他们就是因为老师嘛 打字当然就是比较慢一点点 然后他们就用一纸神功的慢慢点慢慢点 然后就那个另外两个同学就觉得很奇怪 那个咬花的男人怎么打字慢慢的 啊不对老师 就下线了 所以你说后来你同学发现他是老师了 对是发现是老师 因为打字的速度很容易发现到底是谁 还好他没有在那边说老师的坏话 对啊就是还好的地方 好啦这一段我们提到MSN的优缺点啊 那我们下一段再来聊聊MSN到底还有一些其他什么魅力 欢迎回到醒报现场 刚刚我们聊到呢就是MSN有哪些优缺点啦 刚刚还提到说 诶我可以边做别的事情边聊MSN呢 那我现在又好奇另外一件事就是 很多人用MSN跟朋友聊天嘛 可是朋友你们明明每天都在见面啊 那你MSN还要跟他聊什么 你说 聊什么 其实东西很多都可以聊 因为每天所经过的事情 或自己好玩的事情 就像我们玩到 可是你在学校就可以跟他讲啦 可是回到家的时候 有些东西是不会就是在学校讲的 因为有时候 因为人有时候很多 那有时候谁做了什么 哪些 你说有些事情 很久了 对 有些那天穿着特别的蜡 什么之类的 晚上回去可以跟他分享之类的 所以对你而言回去再跟朋友 聊MSN就是 就讲比较私底下的 私密的事情 对对对对 可是那有可能把你讲私密的事情 Copy 然后去给别人看 没有所以说会聊这些就是 比较很好的朋友 对 那浩安呢 对我来说大概分两种啦 其实就比较常见面的话 就是MSN的话 就会 比较认真讨论事情 这样子 那不常见面的话 当然就是联络感情 但是 其实我觉得MSN会帮人营造出一种 就是 其实跟他本人是 不一样的感觉 所以都到 下一次再见面的时候 其实是会有一种落差存在 我知道 就是说比如说你们天天聊MSN 那一次见面你就觉得哇 我跟你怎么那么陌生 就是 对真的 但是我们却听天聊MSN 有这种感觉是不是 嗯 我觉得这是MSN的一个常态吧 嗯 对就是很多很多朋友 其实你常常会 应该说你不常跟他见面 但是常常会在MSN上面 跟他聊天 那等到一下次见到他的时候 你会觉得哇靠 恍如隔世 但是我们却明明昨天晚上才聊过天 对啊 常常会有这种状况发生 那你觉得见面跟 见面聊跟用MSN聊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差别在其实MSN 它给人的感觉 因为毕竟我们在家里 使用电脑是只一个人 嗯 然后想必对方应该也可能 是在家里啦 嗯 对不太可能在玩卡 那他会营造出这种感觉 就是好像是 我跟你就是在一个密闭的空间 然后我们可以聊心 是什么感那种感觉 对就会觉得比较 比较容易分享出自己的一些秘密 或是想听听别人说什么 对我觉得会有这种感觉 因为你可能真的碰面的时候 就是可能你周遭环境的关系 你也不是很适合聊 因为可能也不是在咖啡厅 可能只是在上班的地方 或学校什么的 对那你如果通通在家的时候 你可以肯定就是 当下是你只有跟他 你们两个人在对谈的 对就会有这种 比较有聊心事的感觉 嗯 可是我觉得MSN 它毕竟是文字 所以就是 其实会有很多地方 你必须去揣测对方的心意 因为你就是 想像空间太大了 对 就是缺少了语气啊 或者是表情等等的线索 对啊那你们不会觉得就是 用这个会困惑吗 就是说他讲的这个话 当下他的情绪是什么样子 你就不知道 我觉得就我来说 我使用我就会变得 非常小心的使用那些文字 因为很害怕 一个不小心 对方就曲解你的情绪 所以他有一个很好的东西 我觉得就是表情符号啊 对这个东西很好用 像有时候一样一句话 我的结语可能是 好啊OK 但是我后面如果是微笑 那可能他代表 对 我觉得表情符号 我是很无奈的你知道 好啦OK啦 那我后面就给他一个 那种不太好笑的表情给他 对那变成说你真实情绪 对方也不知道了嘛 即使你打上了表情符号 那也不代表真的就是你的 心理的感想 但是可以让人家 不要知道我们当时的 想要的程度有多少 或是开心的程度有多少 对可以加减 有点这样的辅助 所以说表情符号变成说 你们使用Mensen 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很重要很重要 有时候我们不一定 习惯上也不一定 会选择他的那些笑脸图啊什么 我们可能会直接用手打 对啊像之前 前一阵子很流行的 那个ORZ啊什么的 对 那都是这样子来的 对那些表情符号 就是这样来的 可是我觉得那些 如果你不常使用 你真的不会知道那个是 那叫言文字嘛 对对对 像ORZ 你都不知道 因为像我初次使用的时候 我就不知道 ORZ是什么意思 以及状 然后你问对方就觉得 对方就觉得你好像土包子 就是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 就变成它是一个文化 Mensen带动一种文化了 对对对对 最近比较多的是那个XD 差D是什么意思 就是那个微笑那个 对就是笑情 他笑而已 对对对 然后这是什么意思 然后我一直在那边看 一直看就看不懂 然后还问人家 然后人家就说 没有什么意思啊 对对 真的没什么意思 我一开始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结果我陪用工讲说 你就把它倒过来看 哦 了解了 而且他一直也是还有一种 就是手写功能 手写那个 大家知道吗 就是说 你可以点手写 对 大家有用过那个功能吗 我也有用过 有 可是基本上呢 我觉得它很难控制 因为你知道用滑鼠去画那个东西 常常一画歪掉 感觉还是用打字 我们比较常使用是用来就是 就是画那些化学符号 因为不是有些化学符号 不可能打得出来 就只好就是用手画 所以对画功细来说是一个课 真的 这个时候也可以送个什么蛋糕 什么这些自己画 对啊 这也蛮有感觉的 那三位有用MSN交过朋友吗 不认识的 有吗 嗯 交友啦 交友我之前有用过 因为我之前是玩就是 交友网站 然后交友网站 可能就是跟一些 原先只是在交友网站上面聊天 就是可能在他交友网站上面的 留言板 互相留一些讯息 然后后来慢慢聊久了 熟了之后 我们就 那他就说 那你可不可以给我你的MSN 对但是这个东西 其实我自己也有做筛选 像我自己的话 我比较小心一点 像我一开始 如果在交友网站认识的人 我会先给他我的那个 即时通 我把它设为是一个筛选过程 即时通 好是春节 对我来讲 对我来讲 我觉得MSN是比较私密的东西 这是个好方法 对就是我的好朋友 或是我真的 我觉得OK的朋友 我会给他MSN 我可以给他MSN 但是像那种不认识的 我就可能先给他个即时通 然后可能在即时通聊一聊 可能因为我也不常上 即时通 可能你觉得越聊越熟了 对 他这个人 这个人真的可以 就是可以认识当朋友 OK好 那我就是熟了之后 我在即时通上面给你我的MSN 然后才真的加进来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方法 因为就我而言 就是我也有朋友 就是用MSN用到 因为太多联络人 可能都是一下 不认识的网友朋友 他干脆就再去开另外一个账号 就是变成他有两个MSN账号 有时候密码他自己都忘记 就是变成MSN交友的麻烦 那另外两位有吗 有这个困扰吗 就是MSN交友 就是 其实我觉得那时候 我们在大一的时候 就是大家可能刚进去 然后都很流行 要抽学办那种事 大家都抽很多 然后有时候还要就是见面去抽 然后有些人抽了 我记得那时候 我有个同学印象很深刻 也是说是留MSN 可是他那时候 他看到那个女生人抽 他直接把那MSN纸吃掉 那时候我直接想 你说他上去之后 看到他的显示图 没有他是 因为我们有时候抽是面对面抽 然后就是可能抽到那个纸条的时候 是发现 哦 人不好 面对面抽哦 对对对对 然后抽完之后 然后他就把那个MSN的纸吃掉 或者丢掉之类 那有过家的对方 就从来都不聊天 对啊 有就是因为我那时候 到我学弟的宿舍 去看到学弟 然后他就说 欸 你学办抽多少个 然后他就点出来 那个学办群这样 一堆 那我说 欸 你都有聊 他说没有啊 当怪兽卡收集啊 怪兽卡收集 因为他们就觉得 很像在玩游戏网一样 然后收集了哪个 怪兽哪个人 你怎么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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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想问 如果你的朋友清单多 你会比较就是 比较开心吗 就是说 比起对方好像 好像我的朋友清单多 代表说 我的朋友蛮多的这样子 还好也不会开心 如果你很多 但是你不常聊 反而是空虚吧 对 我宁愿加一些就是 我常常可以聊天的 对 其实我到后来 很多朋友里面 我觉得很多气 有些我觉得可有可无 对 对 真的会很少聊 有些聊就是那一些 嗯 我本身 比较不会很主动去家人啊 就是被 会被动家人 然后 我自己的筛选过程是 就是有没有把它放到 好朋友这一群 那其他的其实就是 偶尔看看 对 那你有用艾美声交过朋友吗 嗯 有啊 而且还蛮久了 因为我们就是 国中毕业那时候正值 聊天室就是 风行的时期 聊天室是说 就是上网 一个 对 更好 那边早上 即时通讯的先去 在前面 对 对 然后从那时候 其实就是 嗯 可能就是 小朋友 年少亲狂不懂事啦 对啊 我记得那时候 昵称都很好笑 什么天狼啊 什么爱之心 然后什么 对 就是自以为浪漫的一些事情 对啊 然后那时候就是 对啊 就是跟别人就是有那种 什么诗句接融啊 或者是歌词接融啊 然后 你就都是不认识的人 嗯 就是 有的到后来会 就原本聊天是很大群 然后到即时通就变成小群 就他也是可以开会议室之类的嘛 嗯 对啊 然后 就是有一个聊很久了 然后比较特别的是就是 其实之前有一点点就是 小曖昧的状态 然后 怎么曖昧 说说说 怎么曖昧 嗯 就是 就是其实 用表情符号吗 不是 就是可能下午就会 明明知道他不会很早上来 但是就是 很早去等他 对 然后就是就是到了 聊上感情了 聊出感情了对不对 嗯 有一点 对但是 因为之前在聊天室 我非常讨厌人家一进去就问性别 所以我就坚持不说性别 但是 因为这个网友是个女生 然后我想 他可能认为我是男的吧 就一直很担心他 会发现我的性别 你们从来没有交换过照片 嗯 只有看过他的侧脸 然后我自己是打死不放照片 为什么你害怕放照片 嗯 就觉得有些人会以外貌来取人吧 嗯 可是他是女生啊 又没关系 嗯 就觉得 假如可以更精神上 会比较 所以你喜欢隐藏自己的身份 跟对方聊天 嗯 你要这么说也算是 好 那我们这段又谈到MSN的交友 那我们下一段再回来继续谈 欢迎回到醒报现场 刚刚上一段我们又提到MSN的另一个好处 就是可以交朋友 对不对 那交朋友可能不一定就是如你所愿啦 有一些人他可能喜欢就是隐藏身份嘛 那有一些人交了之后又放着不管 那像UK 你呢 我通 MSN对来讲 通常不会到隐藏身份 因为能够有我MSN的人 应该都是到某种程度才能有我MSN 你会跟朋友 譬如说女朋友之类的联系吗 嗯 有 我之前的女朋友 就是在我还在当兵的时候 因为我当兵在外岛当兵 然后外岛当兵 通常没有 没有回来台湾在岛上休假 能去的地方只有网咖 那网咖 我又没有很爱玩游戏 所以唯一能做就是上YouTube 然后过来就是开MSN 然后开MSN的时候 我就会跟我女朋友用那个视讯 嗯 可是你们这样讲话 不是旁边你就听不到了 对啊 所以我都会选最便便那一台 哈哈 网咖 网咖应该很安静吧 很吵 很吵 对 所以有时候 像我那边的网咖 因为他都知道我会用的事情 他都会安排最便便给我 你的VIP 对 我的VIP座位 然后我们会 譬如说用一些 就是他会 我之前女朋友 他就会用视讯啊 然后 在上就是跟我做一些动作 然后让我可以看得到他这样子 我觉得就是他方便的地方 可是那样不能见面用视讯 不会觉得很难过 不会边玩边哭吗 用视讯边哭 不会到边哭 但是至少会看得到人 总比没有看到人好 嗯 对啊 就真的很方便 表现亲密吗 会啊 哈哈哈 例如呢 例如啊 嗯 我们都知道那个 Wilkens那种小球嘛 小眼睛 对对对对 观众不知道的话 我们现在解释一下 它是一颗有眼睛的球 然后放在你的电脑上面 就是可以摄影你的那个动作 然后其实穿去你的对方 就是一个小镜头 对 然后他可能就会 冲到镜头前面 然后清一下 然后我们就知道他在 可以舌吻吗 对对对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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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那个镜头擦干净就好了 所以就你女朋友做的 也没有做嘛 对不对 就让他丢脸 你自己就没有丢脸 好 那我们想说 Amazon还有一个功能 我很好奇 就是状态 状态他是有拿机状 现在有拿机状 离开 然后还有 忙碌 还有什么 外出用餐 是不是 上一版有 现在没有 新版没有 你不觉得这些状态很诡异吗 就是说 假如说我今天真的离开 我有事 我在忙 我就不要上Amazon 那为什么 就是还是要上Amazon 然后挂一个离开 就是告诉大家说 我离开喔 这样 就是你常挂在那边有钱拿吗 有奖品可以拿吗 就是状态有在比那个时间久的吗 那为什么要这样 你去不要说说看 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方便 比较好找吧 就是可能之后就是可以 假如说我是 以为我就是比较常就是挂在上面 想说 就是有时候去打个球 他们也可以留言 这样 那你就离线啊 你就离线啊 离线他就找不到我啦 因为打球不可能 不太常会带手机 所以说 回去可能有什么事的时候 就发现 哦原来有事情找我 有事情然后就会在那边 对啊 看我什么时候想要去回 都可以去回 对啊 所以对你来说就是 有一些紧急事情 通知你的时候 不会找不到你这样子 对对对对 可是等你回来 就是那时间是 就已经也不紧急啦 因为已经过了那天 那也可以穿借讯给你 对对 你最后回去看到手机 然后简讯也是知道 没有手机要 要一块钱多啊 那可是 没事 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对 那好安啊 我其实还蛮常就是 显示为理线的这样子 对就是会有假状态出现 就明明我现在在 我现在在线上 我超级没事的 也没事做 但我要挂离开 这是为什么 其实我觉得有一种主动性啊 就是我觉得我喜欢 我要找人聊天 我自己去找他 然后我不喜欢 就他cue我这样子 所以如果挂线上 很容易被 被找来聊天 这个意思啊 而且有时候可以躲 像你这样子 躲人 对 就要躲谁 就可能 比如说社团比较忙啊 或有奇怪的学长之类的 对啊 学长会敲你聊天 然后你就可以假装离开 然后不理他 嗯 我觉得 发现这假状态 比发洗澡卡 发好人卡还好用 就是你可以完全不理他 都没关系 因为 你现在既然状态显示为离开嘛 比较不存在人情问题啦 但是不会被戳破吗 这个 看技术 看技术 怎么说 嗯 有被戳破过吗 还是三位 其他两位有 好像其实 可是我觉得 就是以我们学校来说 我觉得那个都是随便 随便放的 因为 没人去care他 对不会有人去care 就是其实放离开 其实去 怎么会 如果是你想聊的朋友 你就会care他 状态是什么样子 这倒还好 我们学校不会这样 因为如果你挂忙碌 然后你就觉得 不好意思去打扰他这样子啊 对不对 我觉得挂这个 假离开真上线这种问题 我觉得 像我啦 我就习惯 有时候我真的就是习惯 我不一定挂离开 我会挂忙碌 对 因为忙碌真的很好解释 尤其像我自己有时候 也不一定真的坐在电脑前面 那就是 挂这个我觉得好处就是说 我可以 不用受到别人打扰 或者是我不想去回一些人聊天 还是回到刚刚的问题 可以不要上线啊 不要上线 就不会有人打扰你吗 不是 我觉得是 现在你可以就是用说 用离线的状态 然后就是你可以看到 这是更 这是更 更那个 进阶的 然后你又可以去找别人 对啊 用离线讯息传送 对 就是人家根本不找你上线 但其实你在线上 但是你还是可以跟人家聊天 这是不是一个人际的困扰 就是说 也跟你就是本身可能太红 之类有关 就是太多人想找你聊天了 你分身乏术 然后 你只想跟特定的人聊 于是你开始放假状态 然后可能跟你熟的人 他知道 你忙碌还是可以聊天 就又在撬你 是不是变这样子 对我来说 我是觉得 前者啦 就是我会想聊人 我就想聊 那没有想聊 我起码我一个状态在那边 我没有回他 我不会礼貌 对嘛 这就是一个人际的困扰 就是 你现在就变成说 选择状态 你也要很小心 要不离开 还是忙碌 还是外出用餐 对不对 就变得很小心 你们同意吗 同意 同意 我不要跟小人说 那对你来说不是随便吗 对啊随便啊 是啊 那不会有人跟你们抱怨说 你每次都挂离开 就是 找你都不在啊 不会有人这样跟你抱怨吗 选离开找我不在 这是应该的啊 这是很正常啊 因为我就真的不在啊 对啊 可是有的人 他一上线就挂离开 有 这个我有看过 对啊 我觉得我最讨厌那种 一上线就挂离开 明明视窗才刚跳出来 对你刚跳出来 你就看到他的状态是离开 对对对对 那摆了名不想让人家吵你 那你就不要上线啊 我就讨厌这种人 有些人是登一上来 然后直接按离线状态 然后就突然没有 就看不到他的人 这也会影响到你想跟他交朋友的机会嘛 就是突然你想跟他聊天 可是你又发现了不到 对 所以我觉得离开变成一道枪 就是 你看到他离开 你就不想跟他 就是不敢敲他了 变成不敢敲 对不对 可能只要跟你比较熟的朋友才知道说 你离开还是可以跟你聊天的 对对对对 就变成一道枪 像我比较熟的朋友 其实我的状态其实蛮好编认 以我自己啊 我挂离开的时候 可能我人真的不在 但是我都还是欢迎我的朋友 有任何问题 还是说 他们有什么事要跟我说 都可以留言给我 但是通常像我自己的话 我朋友挂离开 我有时候也是会去跟他留言 因为可能就是我知道他人很快就看到 或是他只是去看个电视什么 但是通常有一种 譬如说我看到人家挂忙碌 我绝对不会去打扰人家 我觉得这是尊重啊 因为我觉得忙碌可能就是人家真的在 就是有事情或是什么的 我就不会去吵人家了 对对 所以如果你要有人关心 你就不要按离开或是忙碌 对不对 是这个意思吧 如果你想要人家跟你聊天的话 离开也可以啊 但忙碌的话 我自己是不会 就是不会去吵人家 对对 那MSN除了状态之外 还有一个诡异的东西 它叫做逆撑 因为逆撑的话 然后MSN还有两个 一个就是主逆撑 比较短 对不对 一个是比较长的 也是另外一种状态的表现啦 一个是即时的啦 一个是显示讯息 对对 它是显示讯息 它新版的就是在下面的第二个逆撑 它会 有时候可以播放音乐 会变成跑马灯 它会有跑马灯在那个 就是说如果它更换 我的MSN马上就跑马灯出来 对对 它的最新状态 你们觉得这功能好吗 我觉得这功能好 你有那么想知道别人的逆撑状态 其实我不经意都会看到最近有人 哪些朋友 患了什么现实状态 我觉得这功能不错啊 其实也一种是强迫性的 让你去关心 他最近到底发生什么事 或他干了什么事情 对对 那你们像你们三个人 自己都会用一些 什么样子的字句当作昵称呢 我就是写名字啊 就是Alan Shee 然后让人家知道我是谁 然后下面通常就是 有时候就是音乐的时候 就是播放音乐 那如果没有的话 就写一下今天遇到什么事情 或是什么之类的 可以跟人家当一个话题 人家也会比较想要找一个 哦 所以那个就变成一个主题 就是说你把那主题打上去之后 就可以跟别人聊天 是 别人也会比较想要来找你聊天 有兴趣 对对对对 就是变成说是一个梗的感觉 对对对对 就是可以播去人家同情 拜托共聊天 我去帮你们 我去帮你们 不需要是不是 那不好安的 哦 我有不同的那个阶段 那是你说 对啊就是可能看比如说 有一阵子是整人会 就有点掉树袋 就放十句之类啊 就是可能那时候很喜欢聂鲁达之类 然后一阵子是 是会就是尝试着用两三句话 你喜欢的 经典的形容自己的状态 没有 就后来变成自己写 毕竟也读多了嘛 对对对对对 然后 而且我觉得很有趣就是 我会收集他们 就是我会写标明哪一天换的 然后贴起来 然后下一次换再贴起来 然后其实长久下来会觉得很有趣 就有点像小日记这样子 那每个更换都会做记录 那一阵子 就是自己写的时候 那一阵子 然后现在基本上就是有点像座右鸣 这样就是自己的目标 激励自己 对激励自己 然后也告诉别人 我最近要做什么事情 我也最喜欢看那种 激励别人的那个字句 因为这不只是作为你的激励 也是对看到这个人 也是一个激励的方式嘛 对 好那我们下一段再继续回来谈MSN 欢迎回到警报现场 那我们刚刚提到呢 就是MSN的状态更改 到底代表什么意义 两位同学都发表意见啊 有的人是会放激励自己的字句 有的人就是放一些 今天发生的大事 变成聊天的主题 那我们想知道 UK通常都是 我在这边先强烈建议各位观众 如果你的MSN状态 没有打名字回去 真的建议要打一下 对我也不知道 他结果谁是谁 因为真的人很多 有时候你没有 前面没有名字的话 常常会误认我一些人 像有时候我 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一个朋友 就是 我先敲他 那我问他就是最近工作的事情 只有 一开始喔 因为他跟我另外 他是跟我一群朋友 我们都是在同样一起接Case 结果我问了半天 我才知道 原来我问错了 因为他跟我那个朋友的 那个账号前面很像 对非常像 结果我问了半天 喔原来他不是跟我同一天的 对啊 因为大家就是 到最后都不放名字啊 都放一些诗句啊 干嘛在耐我 或者是你今天的大事 就是会比较忽略说 我应该放上自己的那个Logo 就是让别人知道就是我 真的我觉得放名字真的很重要 要不然常会认错人 对 尤其我要说一点就是那个 就是像我们就还待在社团 其实就会有那种什么 推活动 然后就会大家一排状态 我改成一模一样 那个就是不改名字 其实就是整个大家都一模一样 对啊 那你自己状态会用什么样子 我的状态通常 现在的话我都是 会放比较 就像刚刚主持人说 我就会放一些激励自己的话 因为我觉得 因为每天我上线都会 我都会上线吧 然后我看到的时候 我看到这样的话 其实一种就是在提醒 真的会记在自己的吗 就是提醒我自己 其实就是提醒 会提醒到自己这样子 对 所以像我最近的话 我就会放一些 比较激励自己的话 对 然后如果再不然就是 放一些自己的状态吧 就是说我今天开心 或者我今天碰到 什么好笑的事情 或是今天经历过哪些 比较特别的事情 那显示图呢 显示图大家都会放自己照片吗 对 不会 你不会 为什么 嗯 就不喜欢放人的照片 对啊 通常都会 也想避掉麻烦 是不是 哦 嗯 真的 对啊 你怕如果放是女生的 会有一些不好的 也不是不好的 就可能不认识的网友 来找你聊天之类的 其实以前真的有过欸 然后其实 就是在你放上照片之后吗 嗯 也不是 但是就不知道 从哪里来 可能因为像现在BBS 或什么 其实你要找别人的资料 是真的很好找 非常容易啊 对啊 然后就 就不认识的人来 然后 就简单跟他聊完之后 就你不知道会不会有第二次 或第三次 嗯 对啊 然后就 就觉得其实 虽然也不是说特别 去做防护措施啦 但是就 就不喜欢放自己上去 嗯 那你会放吗 我会放 就是有时 看就是 比较漂亮的自己的照片 或是 所以我觉得MSN写图 又是一个骗人的手法 就是 你找自己最漂亮的照片 对啊 或者是你去把它修图 希望它变得很好看 然后放上去 就是 放给 就是可能没有跟你见过面的朋友看 对 可是我之后都改于就是 变成自己的一些 就是名字 英文名字就放上去 因为我有时候 去海边然后就是拿那个石头 拼成自己的名字 然后就把它放上去 蛮自恋的 对 当然 大家都是自恋的嘛 哈哈 好那我们还讲到 除了海边三处的状态之外 它还有其他一些有趣的功能 像是小游戏啊 不知道三位 有没有玩过MSN的哪些小游戏 UK你有玩过吗 UK你有玩过吗 我玩过啊 我还创一个记录 好像是那个宝石方块吧 我那没有到两百分就挂了 哈哈 只有我的朋友每个都很压抑 你怎么办到 你也是要跟别人连线吗 对 他必须就是跟一个朋友 就是一起开 才有办法玩 对 然后像我那些朋友 他们都是好几十 好几百万分的吧 都很强 对 但是他们觉得我更厉害 因为我可以有办法 因为我快就挂了 对 然后还被 这个事情还被贴在他的状态上面 被笑了好久 对 那你有玩过吗 嗯 没有 比较不会玩他们 嗯 那你觉得MSN游戏好玩吗 比起你玩其他的 比如说Facebook 或者是 比较无聊一点 因为最近Facebook的游戏 比如说种菜就很热门嘛 开心农场 对 那跟MSN的游戏比较起来 你觉得呢 有玩的 谁有玩吗 我有玩啊 我觉得 开心农场是真的比较有趣一点 是人性化一点是不是 应该说他的 他的游戏性比较高啦 然后像MSN他的游戏 他的游戏 比较属于像意志类的 所以他就是不是比较人性化一点嘛 对不对 嗯 那其实 我觉得不同的软体 他就是不同的功能啦 因为像Facebook 他以社交网站为主 那他有这个游戏吸引人 可以让你比较人性化 让你去玩 可是MSN他是以即时通讯为主嘛 就不一样 那MSN 其实还有一个 我觉得蛮头痛的功能 就是震动 不知道各位观众知不知道 震动就是呢 你如果想要找一个人聊天 你就按下那个按钮 然后他就会像一个 就是快要炸了 然后就一直想 就是除非你去就是回应他 就把那个视窗按开来 嗯 才会就是停止就对了啦 这真的还蛮恐怖的 因为像我自己有时候 我很爱听音乐 然后我又听重机的 因为我听重机音乐 然后我音响 惯性的就开大声 那时候聊一天 聊一天滑鼠 不小心按到 自己都吓到你知道吗 自己会吓到了 所以这个功能 是不是其实应该 要把它全消掉 还是说你们觉得MSN 他应该在增加一些什么功能 还有吗 你觉得 我觉得他就像刚刚 我觉得他的游戏啦 我觉得他游戏 真的弱一点 对他可以用游戏 加增进朋友之间 就是在游戏里面的那种 趣味感 我觉得会更好一点 可能更会增进你 跟朋友之间的联系 就是我记得我大一有个朋友 他就是用这个 就是交到他的女朋友 他们就是 玩游戏吗 对玩游戏 就MSN的游戏 对他们去玩那个旋转炮 炮球还是什么之类 玩出感情 玩出就是 每天就是 就是那算打发时间 然后两个彼此之间 增加一点小小的情绪 所以限定一对一 还是有好处的 对 真的耶 所以像是Facebook 那个是一对多 对不对 对对它是一对多 它不是一对一 可是可以互抢 可是我是怕等一下抢出那个 就是 互相抢你的 我很抢我 等一下不好感情 会更好不好 哦 了解了解 那你们会觉得MSN 是一个很耗费时间的工具吗 就是 因为其实你常常一聊 就聊过头了 就是也不知道 客制啊 因为你跟朋友聊天嘛 那再加上你用MSN聊 其实比 你用说的慢 就是 你是要打字嘛 又要想 你以后可能会思考 说怎样表达才适合 那不知道三位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觉得 应该不会至于说 这样浪费时间啦 因为我觉得 当我开着的时候 就是可能我闲着的时候 对对 也有可能是我真的不在的时候 但是 我觉得它 应该说 嗯 它算 它不至于浪费时间 但是它是真的可以增进 就是朋友之间的联系 对对对 所以我 我还蛮正诚去用 就是用MSN这个东西 嗯 可是不会有 就是你清单很长 然后你却找不到人聊天的感觉吗 浩安 嗯 变成你 不知道该找谁 聊自己真正的心里话 因为有可能大家都忙碌离开 忙碌离开 什么的 嗯 这个 有时候啦 可能其中其末考的时候 嗯 但是大部分是还好 嗯 对 可是 嗯 其实我觉得就是MSN它 就是 会有很多所谓的空白时间 然后 嗯 可能就是你在等对方回应啊 或者是 等对方回应的时候我觉得最难熬 就是 有时候 我不知道的是 对方打字慢 还是他在忙别的事情 所以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变成说 我们习惯的 跟很多人聊天 你在等他回 没有我等你回 我先跟别人聊 而你回我 然后再回你 就变成要这个状态 对啊 所以说你就不知道对方是不是真的 专心的在跟你聊天 对啊 我觉得就是MSN变成一种很空虚的 很空虚的意义存在 就是 你不知道对方跟你聊天的时候 他有没有在做别的事情 嗯 然后他就 他可能回你变得很慢 就会想说 对方是怎么 是不是我刚刚说的话 去激怒到他 或让他不开心了 所以他才回的这么慢 那边你会 如果你care这个朋友的话 这些字句啊 或者是时间什么的 都是会变成你参考 这个朋友对你的反应的一个 对 对 大家同意吗 同意 因为我昨天就是聊了一个 然后他跟我说 欸等等喔 然后我这一等 我就直接下线了 我是直接不想等到他回来 因为等太久了 真的 因为前阵子还不是习惯发什么洗澡卡 就是我先洗个澡 然后就直接 对 所以你们会觉得这个 MSN让你们的社交 社交方法变差吗 因为如果说长时间都在用MSN 用文字跟人家聊天的话 会吗 我觉得会 因为我觉得就是像说 就是我觉得就是跟人与人之间 本来就是 变成说要用口语面对面的表达 才是一个真正的在人际关系的 就是表达上面才会增加 才是真正的人际关系 可是我们最后变成说 欸可能只有什么时候 说不定以后讲话就变 登登登 你好吗 登登登 我还好 就变成说全面都加了一个登登登 这种我觉得就是人际关系就变得很奇怪 嗯嗯嗯 那好啊你 我觉得还好欸 可能因为我就是稍微有区别 就是常见的跟不常见的朋友的关系 那就觉得其实MSN是就是 夺一种社交方式这样子 就是说比较不常见的朋友啦 如果说你跟这个不常见的朋友 或是从来没有见过面的朋友 你跟他聊天 你可能每天跟他聊到非常起敬 非常开心 可是你见到面之后 你却不知道跟他从何说起 有这种感觉吗 嗯 曾经我曾经有做 有过这种感觉 对就是 一样在网路上认识的一个女生 就是交友的时候 那在MSN聊都很开心 但是当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真的我还不知道怎么跟他聊天 对对对 但是唯一的好处就是因为 MSN关系 我们之间一样有一些共同的话题 就变成说可以从那边去找主题 对对对对 所以也是 这也是一种就是认识人的方式啦 对啊 就是一开始 因为你不可能一开始见到面 这可能是你认识一个陌生朋友的媒介 嗯 了解 那看来MSN呢 原来本来是一个 应该是排浅寂寞 对吧 排浅孤独的一个工具 就是让你可以跟朋友聊天啊 联络感情什么的 可是到最后呢 是不是会演变成有一点就是 诶 我常常聊天 可是我见到面反而没话讲 又变成空虚的一种软体 所以我觉得使用上的时候 是不是就是 不可以过度使用啦 对不对 太过度使用 你到真的见到面还是会没话讲 我真的这么认为 好 那最后再提大家用MSN的时候要注意什么 如果你想要人家关心你的话 记得你要把状态改成线上 好不好 好 那我们今天洗包现场就到这里解释